在江西省博物馆的常设展 京市大发现中 展厅内错落有致地摆放着 形制各异的黄金 雕工精美的玉器 一应俱全的青铜锂器 这些丰富多彩的出土文物 让到访的观众无不惊叹不已 像这样重达一斤一割的金饼 仅在一号目中就发现了九十多枚 原本这些金饼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一行文字的发现 却让其中的四枚金饼脱颖而出 莫书金饼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在我们的385枚金饼当中 其中有四枚是由莫书书写的 那么这个莫书书写的文字就是 南方海峰侯 陈鹤 元康三年 骤金一金的字样 海峰侯墓葬里面 虽然出土了金鱼满堂的 这些水葬品 比如大量的黄金 和非常精美的玉器 实际上海峰侯墓里面 最有价值的就是有文字的东西 文字的力量 传于异地 流于异时 我看得到我 我评论与你 我评论与你